Hello大家好,我是郭超,欢迎大家收看《赫富休闲投资》 我想为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因为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想讲讲为什么我会买外地楼,或者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 因为其实我本地楼是买得多过外地楼的 我想讲讲个目的,分两集讲不完,因为今集讲的第一部分 讲讲个目的,目的就是说我想以一个投资者的角度 一个切入点,来讲讲外地楼这个投资项目,或者这个投资产品 其实是一件什么的事呢? 原来市面上是很少有这个角度去看的 老实说,你说在市面上看到所有有关外地楼的新闻,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是正面那件事,其实没人看的 还有我告诉你,那件事是说,那个人你未必会认的 他在外地楼赚了很多钱,你看完这份报道,你都说是闲稿 的而且确又真的是闲稿 讲这些内容,讲好话那些,大部分都是一些远销的手法 或者是一些电视的节目,跟你去大湾区,跟你去看泰国楼,日本楼,马拉楼,什么楼都好 其实都是后面有个代理商,有个赞助商,来去support在后面 跟你讲一下当地的lifestyle,这边文风怎样,消费有多低,那些人赚钱有多容易 如果在这边生活的话,我的空间有多大,我同一个旧钱,我香港劏房都买不到 我在这边可以住了一间700呎的豪宅 这些是,老实说,对某一些人来说是有吸引力 但是对投资来说是完全不相关,亦不相干 这件事只是会一个包装包得很漂亮的花纸来令你买那件产品 所以香港才有这么多人买外地楼中招 反过来很多报章都找我,或者有些代理商都找我 譬如说有没有什么帮到手,或者去和我做代言 我全部都推,因为好就好彩我不是靠这些是赚钱 因为很多报章,他本身可能是有些外地楼版的 其实写稿的人全部都是A准的 那我就未必是这么想在一些媒体那里出现 因为我又不是做代理,我做代理都说 我起码赚到那块钱,我又不是 其实香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 其实就是有几样形成了 第一就是在香港,你笑别人输钱 笑别人蠢,都中招的 这件事是很有收拾,或者是对于某些人有警戒性很有收拾 而且老实说外地楼在香港是没有任何法例去保障消费者 那就是说你很多卖外地楼的人 他自己本身是老板,公司经营了十几年 他公司被告完又告,被人告完又告 他脱身很多苦主,卖完新闻 他明天又可以在报章那里再做一个专家 或者在当地是一个很consultant的身份 又跟你介绍一个另外的新闻 好像是2007年有一件事真的检控过的 不是销委会,不是法庭,是证监 证监他又进了几条条例 就是说他不实的声明 你对你那件产品或者你对你那件货品有一个不实的声明 那总共进入了十几条罪加上罚了大概十万元左右 你一单用都不止了 如果你买外地楼,是香港的代表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阻吓力的 所以你在外地找很多垃圾盘过来买 其实你在香港是很容易的事 很多人根本上他不熟悉这件事 甚至他根本就不是做这一行的 失敬无神他就会去做了外地楼的专家 或者做了外地楼的代表 这件事好像说到这件事是很可怕的 但其实是不是这样呢 老实说我自己就有一个理论 就一定是大家都要记住就是说那件楼 或者那些很正的盘 在当地很错价的盘 我们行家所说的就是说明明那里值一万的 他八千卖给你 这些盘不会在外地会买得到的 他不会需要拿去外地买的 所以我自己会对展销会或者这一类型的东西 我会很有戒心 但是又代不代表外地楼是不值得投资呢 当然不是 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个买开外地楼的人 上过我课也知道我没有跟你说为什么的销售 我只是跟你分析分数据 看外地楼应该怎样看 甚至乎看每一个国家的楼市 其实都是这一个理论 当然不是三年两月可以说得完 都要上课都要六七个钟 其实想带回这个讯息给你 所以下一节或者下一集 我就想说一说 其实应该买外地楼的话是怎样买的话 你未上课的话就对了 可以听一听 作为一个叫速成班 负面就听不少了 老实说我自己来算 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在外地楼赚到的 无论是每一个月屋天的回报 或者是capital gain 其实都不少 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说汇报率是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每一年来算 怎样做到的话 你就要详细上课才告诉你 如果capital gain的话 一两倍到十八倍都有 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 真的很多专业的投资者都做到这一件事 怎样做呢 下一节再跟你说 今集讲到这么多 想听多点这个题的 给个赞我 下面想问问题的 有关哪一道地方的话 留下言吧 那下集再见 欢迎讨讨讨讨讨讨讨论 ED 感谢观看